同样是水葫芦泛滥 我国的就是人人喊打 一边骂一边召集清理 反观柬埔寨在遭到水葫芦入侵后 反而淡定自如 任其繁殖泛滥 按理来说 这种被列为世界十大毒草之一的水葫芦 基本没啥作用 我们应该以智力为主 为何到了柬埔寨 它的待遇就截然不同了呢 当地人这么做 到底有什么目的 水葫芦学名为凤眼兰 也叫水福莲 浮水莲花等 原产于巴西 这种植物花朵大而亮丽 1844年 美国博览会上 曾将其与为美化世界的淡紫色花冠 这一让水葫芦逐渐广为人知 被不少国家作为观赏植物 营种栽培 凭着强大的繁殖能力 目前 它已在亚 非 欧 北美洲等 数十个国家泛滥成灾 那这种植物的繁殖能力 到底有多惊人呢 这么说吧 水葫芦是世界上繁殖最快的水草之一 它既能有性繁殖 也可以无性繁殖 在环境适合的水域条件下 一株水葫芦只用一个月就能繁殖出4000株个体 而这些新长出的个体又能持续繁衍 因此 一片水域若是出现一株水葫芦个体 若不及时清理 用不了输月 整片水域都会被密密麻麻的水葫芦侵占 1901年 水葫芦首次以观赏花卉引进我国 随后便开始作为畜形饲料以及净化水质的植物 在中国内地省份推广种植 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 如今的水葫芦已遍布我国 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 我国大半江山均有其分布 虽说这种植物开出的花确实好看 不失为一种观赏性较强的植物 但我国却并不待见它 只要看到野外水域中有水葫芦的存在 都会对其进行清理 之所以能让人们这么慎重对待 主要是因为它的危害太大了 水葫芦的根系发达 而且枝繁叶茂 能把水面遮挡的严丝合缝 使得阳光无法直射水中 水中植物没法进行光合作用 抑制了浮游生物的生长 此外 成片的水葫芦浮在水面 也阻碍水体流通 航运和排泄等 这些植物在爆发或腐烂阶段 还会大量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 导致鱼类和水中各种生物大量死亡 为文营 血腥虫和脑炎流感等病菌 提供了滋生地 不过 在我国人人喊打的水葫芦 到了柬埔寨之后 却成了他们发家致富的宝贝 这是因为 当地人在水葫芦身上 找到了致富法宝 即他们的根径 水葫芦的根径在晒干后 极具韧性 是一种很好的编制材料 柬埔寨旅游业相对发达 这种纯手工制作而成的工艺品 可是当地的抢手货 大到桌椅地毯 小到钱包杯垫 产品销量十分可观 有的甚至还远销海外 大家靠着水葫芦赚得盆满钵满 每到最佳的收割季节 当地人都会浩浩荡荡地 乘着小船去收割 他们去掉叶子和花瓣 只留下又粗又长的主根径 再带回晾晒大半月后 这些根径便会变得坚硬而枯黄 完全不用再进行加工便能直接变枝 每丝捕捞得差不多 当地人甚至还会主动将水葫芦植株 丢到水中任其繁殖 通过这样的低成本方式 这种植物很快就从令人头疼的入侵物种 摇生变成了一种经济物种 为柬埔寨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相比于我国大量花费 人力物力打捞之力的方式 柬埔寨人对付泛滥的水葫芦 可就高明多了 对此大家觉得呢